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立 沈童是一位互联网创业者,也是推特上非常活跃的一位中文推友 我最初注意到她是发现她有点粉红 她住在加拿大,言语间却是中国牵绊好,经常反驳对中国的批评 今年4月回国探亲后,她更是资认手握一手材料 批评推特上她认为在乱唱衰中国的人,说他们造谣选择性轻信 但是8月份以来,她发的推特风格大变,对中国开始变得非常悲观 她认为中国这次,引号纯粹是信心崩了 除非政治上有大变化,否则资金和人员外流都趋势不可批免 她在我们做播客前几个小时发推说 作为经历中国,艰难爬坡,并深受改革开放红利,释放的一代人 我痛心疾首,无能为力,只能远顿,着笔至此,泪以寒框 现在我们就请沈童来谈一谈,她对中国,特别是中国经济的看法 为什么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她回国五个月,究竟都看到或经历了什么? 沈童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自己,比如你的从业经历 什么时候离开的中国,以及离开之后都做了些什么? 我是做技术出身,最早是在中科院做卫星的图属电路 后来在外企干过十年,主要是做Nex软件技术,还有芯片技术这块东西 然后在互联网干过也加起来一块十年 主要是做产品还有软件设计这块 我是在13年开始创业,创业了三次,基本上每次还行 最后一次也一直都做到了C轮 我是在20年,就是武汉封城后的第二个月,我离开了中国 然后当时是到加拿大的移民,走到那个StabVisa的一个项目 然后在加拿大待了三年,包括中间也去过很当心的美国 我是23年的4月份回了中国,然后是昨天刚刚回到北美 我当时已经没有其他的目的了,我主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的事业也到了一个转折点 就是我20年的时候,我完成C轮之后 基本上这公司我就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 所以我的投资人已经有个交代了 OK了,我觉得这时候我的孩子的家庭会更重要一点 然后呢,我有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呢,我发现所有的亲戚朋友的孩子呢 在中国生活非常的辛苦 这是个非常单纯的目的 就是为了孩子能够更好的得到一个教育 就离开了中国 你在回国之前几个月,在推特上 甚至在你刚回国的时候 在推特上都好像对中国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你可以讲一下就是你为什么那时候对中国有那么大的信心呢 因为我离开时候的1819年呢 中国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 其实真正从这个中国出现危机其实是在17年 但是17年的时候呢,感受没那么明显 在1819年中国发展还不错 中国,我离开的时候中国是个欣欣向荣 大家还是很有笨头 然后很有一些发展的情况 我所有的朋友也都在产业界 因为我在北美的这些时间我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络 包括疫情期间中国外贸的增长啊 中国一些新能源汽车啊 中国的一些芯片的出口啊 都到了世界前列 这个数据让我很振奋 因为这些行列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 还不是那么险山险水 没有出现自己的实力 那回国前几个月啊 可我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说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四五月份我刚回去 当时我的家人还没有回去 我拜访了很多的产业界的朋友 包括红联网 包括新能源 都是中国还不错的行业 当时给我的 大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信心 然后数据呢 感觉在反弹 因为中国22年是中国 整个概要开放 历史上相对而言比较的一个低点 大家23年呢 大家会认为国家会出很多的思议政策 然后呢 整个经济会反弹 所以这个情绪呢 非常的感染我 然后呢 他们都在规划上市 规划IPO 我也很为他们高兴 那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这个市场是非常好的 包括那时候 很多外面的数据告诉我说 中国的新能源车 汽车的出口已经世界第一了 芯片的出口 从数量来说 不说价格 不说那个金额来说 也是世界第一了 我认为这都非常振奋人心 那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呢 是第二个阶段 一会儿我家人回去了 我家人呢 因为我的岳父岳母 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我带他们去医院 整个我对中国的这个医疗体系呢 有个重新的了解 因为在疫情期间 我看到了很多报道 中国的医疗也出现了 很多很多很严重的问题 那但是六月份 我的感觉来说了 中国的医疗制度 发展得非常快 上海啊 北京啊 医疗报销制度非常好 然后呢 医疗医生的水平非常高 因为我在三年中 我在美国和加拿大 也看过病 我很明显的感觉 中国这个普通医疗 是很有优势的 所以这时候 我对中国的信心 已经达到一个顶点 到七月份上 达到一个顶点 但是到七月份之后呢 我当时发现 有一些很奇怪的现场出现 比如说市场上 我们看到上海的经济在恢复 市场上非常繁荣 但是我那些做财的朋友 都在给我打听 怎么移民 我很奇怪 我说两个月前 你们给我的状态是说 你们准备上市 准备上市 准备在中国大干一场 两个之后你问我 为什么要怎么移民 我就很奇怪 那到七月底的时候 我也说 我也在推特上里发 就说我觉得中国不要去造谣 因为很多 包括推特上的一些大V 他们说的是 抓住了中国的这个痛点 他不在点上 他说中国市场很小小 而人民那个 没有办法消费 但我看到的情况 是不是这样的 中国的上海的消费 这费得固承 规復得非常快的 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时候有很多人 给我发了很多数据 说 孙老师 你不要看到 中国新能源车 芯片企业 怎么样怎么样 这里面有很多的数据 是有问题的 那我就觉得 这个很奇怪 是吧 那我中年后来呢 我就通过更多的调查 去包括到问过我的朋友 你为什么要移民 你们新轮车也好 你们芯片也好 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要移民 他们会更告诉我 一些真实的状况 然后呢 我同时呢 我想再来 为什么呢 他们会说什么呢 首先呢 就是中国新轮车 我在推特上已经写过了 中国的汽车发展出口 是第一名 我当然认为 这个数据非常漂亮 日本都没互捧 中国出口多 那是很骄傲的事情 我们中国30年来 汽车出口第一次 是也第一 但后来他们跟我说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第一个 中国的人油车 在中国的国内销售 非常的困难 不是二手车 是新车 销售非常困难 但是汽车的产人还在 汽车工厂产人 他们的工厂产线的工人 他们的配套的设置还在 他们不可能把它停掉 那产出来的汽车呢 就堆在矿仓库里 没办卖 他们只能通过低价的方式 把它倾销到海外去 那这种方式情况下的话 那其实卖一辆是亏一年了 但是政府不管 政府为了地方政府 政府为了业绩 或者说政府为了面子 他会觉得 这个数据是很好的 心里是没底的是吧 他们觉得这个持续不了 所以想移民是吧 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情况 因为政府的话 会承诺可以给你很多补贴嘛 第二个情况来讲的话 就是说中国新轮延车的出口 其实这个技术 很多人都跟我讲 中国有几十家 可能五十家 一百家的这种新轮企业 大家大同小异 只是因为特斯拉去了中国 它开源了一些东西 然后建立了一些配套设施 大家在特斯拉的供应面之上 集成了一下自己的产品 然后呢 通过吸收一些互联网的UI设计啊 一些互联网的软件设计啊 把里面的那个界面 做得很漂亮 把那个音乐的交互啊 那个语音的交互 这些细节做得还不错 然后这是大家唯一的一个 叫做所谓的微创新竞争 那第三个呢 就中国出口 很多放地生世界 主要是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很特殊了 俄罗斯因为他进来打仗 他那个被全世界给制裁了 所以只有中国车可以过去 但这个呢 我认为是照不保夕的 对吧 首先俄罗斯会不会有这样的支付能力 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战争迟到多久 俄罗斯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继续的这个需求的 做这个事情 我认为这也是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第四个我认为比较危险的是什么呢 就是汽车它带动了 所有的行业的任务 因为包括我 包括所有人都认为 中国汽车还不错是吧 订单也很多 因为人用车要卖嘛 像我这个江苏啊 浙江啊 很多野海的这些城市啊 在大规模的建立这种船厂 就造出这种运车船 又运到欧洲啊 运到非洲啊 这个需求是目前的订单很多 但车企的朋友跟我说 其实这个订单明年后年 我们并不知道能不能持续 刚才说到人用车卖光了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卖是吧 还能不能这么低价的去卖 然后新轮延车卖完之后呢 万一特斯拉再不公开代码了呢 不公开它的架构了呢 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升级 不知道 明后年可能这个价格 这个整个销量会下来 但是你的船啊 你的运输啊 你的仓库啊 你的工人已经配置在这儿了 那将来很可能又是一个景色的生存 那就总结一下 就说你本来以为中国是很强壮的 然后呢 你刚回去也是觉得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这些朋友来跟你说 他们要移民 跟你分享了一些 他们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你就发现原来是 中国是有点虚胖是吧 对 其实我对中国经济层 一问主要是三件事情 第一个刚才就说了 新车车 包括我这些朋友身边 第二个呢 我当时想做一个海外的盲盒的业务 就是是把中国的盲盒卖到美国 什么叫盲盒 盲盒对 就是中国会有一些小的手办啊 一些一些 包括一些电子产品 他会坐在盲盒里 拿到美国的去买 就美国比如说 15块钱打开之后 会有一些充电宝啊 一些什么东西 那些类似的东西 我想做这个业务 然后呢 我联系了一下中美的那些物流的企业人 他们跟我讲了一些 更可怕的一些数据 中国在21年的时候呢 整个外幕对美出口达到最高峰 最高峰当时的整个船啊 过运了大量的钱 用了这个市场 22年的时候 中国采用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风控 风控中的产品再出不去了 这时候呢 中国供应商 中国其实供应商总共分三种 第一种是国有的大东西供应商 第二种是民营企业的小的那种电商货 或者所谓的这种散货 像拼装货这种这种电商 第三种呢 其实是外企 然后呢 这几种呢 除了国企之外的另外两家呢 他们不可能等死 因为美国不可能等你几个月 不发船的对吧 所以他说要求你发货 所以这时候采用办法什么呢 这些外企和民企呢 把自己的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 全部签出国 在墨西哥 在其他地方呢 建立新的企业 这个是 这个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这个是个非常 非常大的对中国竞争优势的一个削弱 因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啊 在过去的三十年 它并不是说是靠自己的科技啊 或者靠自己的什么 一些积累 或者甚至金融的一些实力啊 不是靠这些 中国真正真正的呢 是这样 中国经过了一个四十年的一个社会革命的运营 把整个国家呢 变成了像军营一样一个精密的仪器 有非常强大的组织能力 但这个组织能力呢 因为没有经济物质的刺激 它平时是没有经济效应的 就前四十年中国的国企是大不多的 对吧 因为没有经济效应的刺激 因为个人这么少钱 为什么要拼命呢 这是问题 那四十年之后呢 中国改革开放 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 特别是国外的分配制度之后呢 这东西跟中国的这个军营 军事化的管理结合起来呢 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生产机器 这个机器非常的精力 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模块 任何一个工人都是这个模块 成的一个螺丝钉 非常高效 然后每个人都要挣钱 这个社会上从上到下 我可以说从最高级的官员 到最下面的政府 他们都要挣钱 那整个社会现在跟合力往前走 这就是巨大的一个生产 所以中国的生产链 在短短的十几年 就变成世界第一 这是有原因的 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现在最大的竞争优势 它就组织了你对吧 但是我们中国因为风控 导致了人被阻在家里或者震惊 包括中美这些贸易争端之后呢 大批的中国人把这套经验 把这套技术 把这些人才挪到了海外 挪到了墨西哥 挪到了越南 去组织了当地人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 是傻的 是难度的 你只要把它组织起来 它就有很强大的能力 而且尤其呢墨西哥呢 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 它没有关税 它不需要什么解议 直接可以从墨西哥送到纽约 还有个问题在于呢 根本就没有传奇 中国这边 你现在卡通里有传奇啊 你要到上海港等三天 然后上转七天八天十天 才能到美国西海岸 然后还要过海关又是两天 然后长滩又堵车 司机要又花三天去运货 运货完之后 仓库连到短三天 到美国内部 美国内部其实很快 三天火车就全到了 但现在前面全部没完 从墨西哥发的话 就是三天 就是美国过来三天 所以这个优势是无可比拟的 如果把墨西哥的生产能力 只要达到中国的80% 其实中国国货是 对墨西哥也好 对西亚国也好 它是没有优势 而且这个趋势不可逆转了 那我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就对中国的外货 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我如果了解一下这个数据 其实中美的物流 现在所有的仓 货柜很多都是空的 不满的 然后呢 很多的物流公司在转行 一半以上的倒闭了 因为根本做不下去 文艺可能有利润的是中欧险 因为欧洲对中国 现在还有强大的生活需求 但欧洲现在慢慢也在 也在减这个需求 一个是因为经济助悉 欧洲经济助悉 也到了下巴结的 第二个呢 欧洲现在也跟美国在靠农战 它不希望 产地完全住墨产 对吧 本身的像墨西哥 像越南 像其他国家 印度过也正在生的奴迹 慢慢慢慢在转移 所以我认为 中国现在将来的 潜力也不会太好 那中国唯一可能 未来有增长的 可能是像欧罗斯 非洲 什么拉美国家 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 可能就跟美国的一个州差不多 这不可能 代替现在中国这个生产规模的 那中国现在这个生产规模 这么大的生产规模 不可能是为国内准备的 是吧 它是为世界准备的 但需求没有了之后 那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 虽然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驱动力 但核心的驱动力只有一个 其实就是外贸 外贸产生了外汇 有了这个之后 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社会 才可以再上班加杠杆 去吵用更多的经济需求 如果这个外贸不行了 我觉得一切都不会有 一切都不会有 所以我这是从7月底到8月 说我是个最教育的准备 我就认为中国经济 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会很有很多问题 这不是政治问题 是你的优秀人才 你留不住优秀的人才 优秀企业 他们把自己的组织能力 把你的这套东西 带到国外去了 慢慢会削弱你 这是个很痴迷的问题 我看你今天早上 发了一个推特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你的观点 其实和上一期 这个刘孟雄的 其实是有点像的 就是说 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 你当然没有说政治 你说是制度 你同意我这个总结吗 我觉得有一定的关联性 有一点关联性 其实中国现在的问题 中国成业政治 败也政治 就中国的前30年 发展的这么好 根本的原因 我很多人都说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支持 但是他为什么支持你 就是美国为什么支持你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支持你是因为 你自己的这个条件 特别适合别人支持 你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政府 你有一个很强有力的 转控的社会 对吧 这个政府呢 能够把全国团结起来 然后把全世界原料进行 加工 在上升的世界 这个能力是别人没有的 印度没有 因为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 对吧 在以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的 你有 所以人家才会支持 但前提是什么呢 你要是个开放包容的社会 对吧 开放包容 我今天提到了两点 其实我都认为 两点都跟人有关 第一个 你要留住自己那些 过去三成年 创造了那些财富的一些人 因为这些人 不是轻易能够成功的 他们的组织能力 他们的消耗能力 他们的这个对外交往能力 这是不可期待的 是社会宝贵的财富 他们虽然只有钱分机的人 但他们是宝贵财富 这批人你先留不住 第二个 你要像美国一样 吸引全世界更多的人才 美国其实我们知道 我也在美国待会很久 美国中小学教育未必有多 有多么的牛 但是美国牛的是什么呢 他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精力 中国以前是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精力 第一个呢 中国的那个国内的消费非常低 但中国给对开放人才的那个工资啊 包括收入 包括你的事业成长非常的高 对吧 任何一个美国做的还不错的人 回中国肯定会做你点 拼亏的分很多倍 然后呢企业过去会获得 比国外更多的回报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全世界的人和钱都愿意去中国 但问题是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欢迎这些人 或者你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 让大家很担心的话 那这些人不去 你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所有的包括房地产危机 包括收入矛盾 包括医保 什么社会矛盾 这个都是你国内的问题 但你的问题 要靠外来不停的资金和人才的输入 把它消化掉 你现在如果没有这通道 你消化不掉 你就很有那么问题 对是 其实我一直在想写一个题目 或者是做一期播客 就是关于中国的人才外流 是吧 就是其实和你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中国几十年培养出来那么多的 做企业的 做这种经济管理的人 还有做技术的 现在大家都想移民 都想润 这其实 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的 但是你一个国家再大 你最好最优秀的人都想走 这肯定不是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 可以承受这样子的一种打击的 是的 而你没有新的人才补充 没有新的人才补充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其实有几件事 让我下定决心 要觉得中国要不要离开 就是第一个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中国现在的所有的教育 里面要加思政 思想政治 必须 必须加 然后我讲一个物理题目 或者讲个地理题目 我这边一定要加一句 我们中国地大物 我们中国的地理也很不错 我讲巴西 京东很多 我们中国也不错 而我们的独特的优势要讲一点 物理讲完之后 我跟你讲 800年前 中国的物理已经发现这个了 只是没有把它系统阻出来 就要提这句话 我在几年前没有发现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这样子 因为我女儿上学的时候 我也没有发现 就最近 最近的 我觉得这是我要十年加进去 这个就很奇怪了 这个这种你怎么培养你才呢 你一个物理 我们那时候学习很紧张的 学习这么紧张 请问你还塞一个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这种 你这个是 这个在干什么 我们中国是理科治国 工科治国 不能文科治国 因为文科治国 你就会回到未来的 以前的那个 封建社会是吧 大家去讲一个 强了一个礼 强了一个什么 那我不同意 那我不同意 这个我们可以不展开讲 你刚才说你要那个什么 一个是这个私政 还有一个是 我提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其实我分 我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中国经济有些问题 但是我说到了 我发现了中国的新人员 中国的那个 这个汽车 中国的 包括公联网 这方面有很明 就是很多数据是有问题的 我去了一趟北方 我发现很多新人员的数据 都是很虚假的 说是在光伏下能种菜 那都是假的 全是人道真道扫批 拿给你拍个照片就拖走的 这个很虚 所谓的图建设备 打开之后什么设备都没有 里面就是财务机 你自己亲眼看的吗 我看到了 所以我刚才很吃惊 因为我在回去时间 有很多人说 你去看一看 那边怎么也好 你可以在这投资 可以去帮他们 找一些拉一些什么项目 我很轻松地去 我发现怎么是这样子 这是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经济平均 是有问题的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倒数第二个 就是我们从优先级来说 调到第二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这些 包括反腐 包括私政 这个不好 这个政策 跟我们现在想进去恢复 这个事情 是冲突的 中国的很多医生 现在是不敢开药的 因为你医院反腐 中国一反腐就是运动 就所有的医生 要求全部过关 人员过关 这种情况下 医生是不敢开药的 虽然我认为 医院肯定是有腐败 教育肯定是有腐败 但你把它做一个行业 把它打掉 包括当年我们互联网 把它打掉 这个是不对的 而且现在经济形势 非常的不好 网上说到第四点 违法的经济已经不好了 你还不去通过一些措施 去拯救 而是把一个喊 挨个喊 垂一遍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这是我觉得 这种反腐 这种东西 感觉是这种 拉一种运动的方式 来搞经济也好 搞什么好 这是错误的 我其实碰上了 我觉得中国的思想管制 有非常恶化的趋势 我今天早上也说了 就是包括数字ID 包括人的一些人脸识别 在中国现在 连点个外卖 都需要失明证 我觉得很夸张 这种事情真的很夸张 人们没有任何军言 任何地方都需要扫脸 需要说骂 而且中国对所有的思想管控 是非常严重的 我可以讲个清晨例子 其实我在国内接到过 网间大队的电话 我接过 但这个事情我不care 因为他们是很客气的 说我曾老师 我们崇拜你 因为那时候 我还是比较 觉得中国还不错 很崇拜你 是什么时候呢 是几月份 大概是这个很早 但我记得是六月份 但是我不接 因为这种事情 我以前在中国 也接过很多的电话 他先恭维你 我很崇拜你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是某某某省 其实我的老家的一个省 是这样一个 大卫对吧 你有时候写我们省的时候 我们希望就是 你不要提具体的人名和地名 我们不是说你不对 是说这样对当事人来说 你没有验证是不公平的 我们建议你这样做会比较好 那这样情况 我就这样为 我手机来完之后 我感到害怕了什么呢 为什么我在墙外 你还能知道我是谁 我办完手机号码 我六月份刚办了个 中国手机号码 你又知道我是谁 你又找到我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说什么你都知道 对吧 然后你还会给我建议 那我在墙外说的话 你还给我建议 你在干什么 然后呢 还有说什么 我们跟谁谁谁都聊过了 我一发现 咱们推特上 好像没什么秘密 谁都跟他聊过了 对吧 我就不点灵了 我就不点灵了 那他还会有其他的话题 我就说中国思想控制是太厉害了 除了中国本身的微信微博 他现在推特 现在的YouTube 现在的Facebook 他其实也会挨个去看 而且对每个普通人来讲 你没有什么任何 你不能失明 你不能扫脸 其实你啥都干不了 你住酒店 你就需要扫脸 你写的到餐馆 因为WiFi要失明 对 实际上 现在说WiFi 如果提供给你 如果你只有密码和账号 这个是违法的 虽然他没有说怎么触发你 他不是说 你一定要要求 连上了这个人失明 那我就觉得很夸张了 对吧 这个事情就非常夸张 如果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中国你的意思也好 你可能连传上了点事 他都知道 我能问你一下 就是说你在出国之前 比如说20年之前 你会怎么来描述 你的政治倾向 你当时会怎么形容 你当时是有一点粉红呢 还是不粉红呢 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当时不是特别关心 因为在中国 我刚才跟你描述 中国其实每个人都是经济动物 都是让人挣钱 所以我不是特别关心 然后呢 当然如果一些事情特别过分的 我也会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愤感 那仅此而已 而且呢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在于 中国的海外的中文媒体 有时候呢 说实话 他写出的东西 不让人幸福 真的不让人幸福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点我是要跟墙外的各位 要再提醒一下 就是当你不是让人幸福的时候 也许你六句话是真的 四句话是假的 但人家记住的肯定认为你是假的 所以你当 那这样你写真实东西的时候 你就没有穿透人心的震撼力 没有 真的是没有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当你去描述个事情 尽量的客观 尽量的尽量 包括我今天说的所有话 都是我亲身间历 我尽量的客观 也许我们站在一个所谓的 有人说我们是那种黑心资本家 或者是所谓的记者的仪仪者 角度上我们会觉得有一些 我们基于自己的身份的考量 对吧 但是我们想的都是我们增进实感 我们不会编造的 不会编造问题 这个是一个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做的事情的一个准则 我刚才说第二点 就是思想的控制 现在我都认为都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中国现在的整个社会形态 整个社会的情绪是不对的 他现在把很多的事情 他不规矩于自己 包括每个人 他不会把境遇的不幸 或者什么的不规矩于自己 他不规矩于外界 而且由政府的墓许 纵容 他会往比如资本家 马云对吧 或者是江泽户 沿海地区 往这些人转 我在北方的时候会碰上很多情况 他们就说 我说新人员 是吧 我说新人员 我说新人很好 为什么你们这么着钱 他们说 就是被你们这些上海人江泽户挣走了 你们造假 偏国家不离挣钱 我们没有钱 就应该把你们江泽户的资本家 抓起来 阴阴拷打 家庭吐吐了 我们北方就富了 这个情绪是很普遍的 而且 很多人还会在说 中国的最大的问题是贫富不均 因为富人占领了更多的层性 但我认为现在是错的 现在反而是应该回到邓小平那个状态 就是让一部富人掀扶起来 你没有贯彻这条资讯 让大家觉得没有笨头了 是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现在要把那些 已有的全量的那些大户 全分掉 这个是不对的 就情绪是不对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 中国政治的话 即使出现了一点的变化 也不足以改变现在中国的状态 因为社会情绪已经到这了 已经到这了 后面的话 我不清楚后面会往哪里走 昨天有这个推友就是反驳你说 暑假各大城市人满为患 火车票一票难求 各地景区爆满 上海迪斯尼价格翻倍 新能源车销量翻倍 科技创新不断进步 一片欣欣向荣 这些你都看不到吗 我都看到了呀 我今天早上 其实我已经回答了 我认为的消费需求是很虚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信用率很高 大家看到的都是身边 中大型城市消费还可以 小县城也不错 但是你要想到 这些钱本不是新创造出来的呀 吃的是群款啊 你们看到身边是有谁 今年这几年挣到钱了吗 花了不是今年挣的钱呀 是可能前五年 前十年的积累 当然了 中国的现在的消费可以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说 没有投资渠道呀 我钱留着干什么 放股市亏掉 买房子亏掉 放银行 他说他会贬值 那我为什么不带着孩子去 当布迪斯尼呢 去吃上花掉呢 这有什么问题 所以消费这个事情 反而体现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 是有问题的 因为中国人以前是很节约的 为什么节约 我要买房子 我要 我为什么敢于买房子 因为我赌房子会涨 我也不认为赌房子涨 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发展 五年了涨一倍 那我肯定买房子 那我花了钱啊 现在是大家没有这个指望 全花掉了 那然后他们没有去农村 我太太来自于中国农村 我去过 很多人失忆 大家都在学前开始 现在以前大专毕业 或者是大学毕业 肯定找到东门找到 那你怎么办 你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 北京上海去合租了 以前觉得我们觉得合租 是对孩子这个催产 把救救出催产 你现在已经没有合租 和救出那个机会了 你没有工作机会了 你只能在那家 但是农民要把一个孩子养在家里 这个是非常 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所以只能消减咖啡 消减消费 那穷人在消减消费 城市这些 城市这些中产经济呢 感觉今早又久 今早都得全花掉 因为我也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那你经济好 那你的消费代表的经济好吧 不代表 新闻人策号官就说了 这个数据很虚 我在这个韩业东西 有很多朋友 我就不完全打理 说这些数据是假的 但确实这个数据很虚 整个出流出口 当然也说了 是有这个问题的 那中国现在的经济 整个的经济情况 外贸 我已经讲了 很严重 墨西哥是它快速的代替 你的对美出口 那我要问一下 就是说 这个从贸易战开始 就中国有一种论调 就是中国的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或者这么大的一个 生产的基地 是吧 世界工厂 是很难替代的 就是不管是墨西哥 还是越南 他们的体量都不够大 我可以仔细冷静地 思考一下这个数据 中国的外贸从业者是多少 中国的外贸从业者 其实只有5400万人 就是5400万人 墨西哥有多少年轻劳动力呢 墨西哥18岁到45岁 有4500万人 越南呢 差不多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两个国家 全部是外向经济 因为它本身国家很小嘛 这两个国家 年轻劳动人口 已经可以把中国 所有外贸的 产业工程全代替到了 这是个很简单的数字 大家一算就知道了 第二个呢 中国的这个 自己的内需 根本 拿起来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前几十年的积累 外贸转化 外汇啊 中国全放在基础车市建设 并没有到老百姓手上 现在变成了钢筋水泥 各种钢筋水泥 各种高铁 老百姓手上没有钱 那你的生产能力 本来是为刚刚说 跟全球来匹配的 只要墨西哥越南 这些国家 能够代替你三分之一到一半 你的产能会极度的积粗 会形成恶性转化 因为你产能积粗的时候 中国人怎么跟随时竞争呢 他会自己内卷 是吧 我互相杀价 杀价的最后呢 整个市场会越来越恐慌 所以外贸的问题 并不是说你百分之百 被越南和墨西哥替代的 现在代替不了 因为墨西哥店有问题 越南的店也有问题 他们的重工业 水都有问题 是吧 这个需要时间的 因为中国花了15年 才把中国的水电技术确实做好 墨西哥越南在短期内 重工业是不可能代替你的 但是现在 从我们身边来看的话 做纸疗库的呀 电子器件的呀 加工业品啊 加用产品啊 基本上都跑了 人家说 这是低端寸实 低端寸实不要怪 它的低端是家庭的消耗品 是美国的耗材 美国家庭的耗材量是最大的 当你的耗材量 你转移出去之后 你的重工业能留多久呢 是吧 你不可能分开阵场的 分开阵场之后 你运输多少钱 刚才他就说了 墨西哥只要三天啊 你运输多少天 你还有运费 你还有海关 然后美国还要加百分之百关税 你能扛多久啊 对 你今天早上发的这一条最后的结尾 是说 作为经历中国艰难爬坡 并深受海格开放 孔力释放的一代人 我痛心疾首无能为力 着笔至此泪以寒框 你怎么来形容自己 现在的这种心情 你是一种绝望 或者是一种政治抑郁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我不抑郁 我只是会感到非常的失望 就是在15年的时候 特别在15年到16年 这两年 我对中国的经济前景 是充满了绝对的信心 绝对的信心 但真正的改变 是在1718年 尤其在18年以后 具体的也有些这种事件 导致了整个情况剧断之下 那我认为中国这个状态呢 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40年 我小时候是非常穷的 我以前在推荐里写过 我们小时候 我爸爸是教师 工资只有60块钱一个月 然后我们家是通过 吃酱油炒 酱油泡饭 把我养大了 真的 你是今年多大40岁 对不对 我今年42岁 真正你真正过日子过 好是92年 就是登公南选之后 然后美国资本 香港资本 台湾资本 永运来 我们那里开了足够的厂 我爸爸的学校有交办厂 整个教师的工资 大约从60块 到了150块 我爸后来到了 到了他退休的时候 是1000多块 现在我妈退休工资 是8000多块 中国进行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日子真的是过得很好 那沿着邓鸟平的路线 然后一直走人走到 往前走的话 中国还是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 15年16年 我很缺心这一点 因为我看到中国的 这个生产能力 中国自己不犯错 是别人是很难期待 你刚才说到 中国这么大体验 5400万外贸 然后还有一亿人 一亿的那个 劳动力的准备者 十个准备者 去冲到工厂去打工 大家三个人抢一个坑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很难替代 但是从18年开始 整个很多很多的事 只要是错了 他每次选择都是错 整个形势极准之下 到了二二三年之后 我回家 我回国之后 我很有信心 我说这回该 撞了这么大的难强 是吧 撞了这么大的 22年的那个清零 是吧 对了 已经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坑 摔了这么大的跟头 应该知道了吧 应该反过来 我认为 以我对前面40年 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来说 中国党还是 说实话 它的修正能力是很强的 真的吗 修正能力 不管 就是我认为 不好意思 我得笑一下 对 我认为就是 你听我说 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看一个 社会的一个变革 人总会选择 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 共产党现在选择的方案 其实对它是最有利的 就前面选择 对它最有利的 它一边是抓捕的权 一边控制了你的言论 但是我从此代发展进去 然后我在一定的范围里 我允许大家发展 那他们到了我们15年的时候 我们自己思想条件 会认为中国会发展到一个程度 就是现在的这批领导者 最后会慢慢变成一个 类似于日韩那种 财法 他们形成一个精英共治 形成一个精英共治 再一个几百人或几千人的范围里 他们形成一个所谓 短小范围的民主 然后这个范围的民主 他们会 因为只要是有制约 无论是几家 他们一定会当成一个妥协 一个默契 这个国家还是会往前走 因为他肯定会选择一个 大家都能活着的路子走 肯定是会这么走的 所以当时我们还是很心 其实说我们没有发言权 老百姓没有发言权 但是我认为这种制度来说 有可能不会比日本和韩国差太远 当时的感觉 可能不会像标准的民主国家那么好 其实我们认为是这样子的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认为顶绕成的大部分人 他们又获得这个充电获得利益 只是改革看望的平衡获得了利益 他们认为这个东西 把这个一个党派对的权利 转到了这么多几百个家族成立 他们认为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权贵不是最有钱的吗 最近也不一样 好吧 你这个看法也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基于你对中国现在的看法 你会怎么样来安排个人的生活 你还会继续在上海教医保和社保吗 你还会回国吗 回国的话我以后会回的少 而且我认为越往后会越少 越往后会越少 我正在想办法让我的家庭人也过来 就其他的家庭人 就兄弟啊就过来 然后呢医保的话我可能还会教 因为说实话上海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城市 只是说我觉得未来的有一天啊 有可能上海会比其他城市说 因为木秀已经封闭垂直 上海本身的医疗医保啊 还是要比加拿大要好一点 真的是这样 他的医疗水平什么的还是要好一点 所以病的保养除非大病啊 我觉得只能在北美看 那普通的像老人民啊 慢性兵啊什么的 我觉得回上海还是可以的 这个我会教 回国我会越来越少 然后呢我在17年以后 我已经决定不会做任何中国市场有关的产品 我现在所有的产品还是利用中国的团队 因为这个合作的很好 来做海外市场可能有可能 他们也可能我会把他们接出来 他们正常会接 我会把他们接出来 这个情况呢 现在说不准 现在我感觉可能未来的几年有更大的变化在里头 因为看这个趋势不是特别的 你现在主要是你还是有个公司 是不是 你还在做出海的产品 然后你还有团队在国内 对 比较有意思 我你自己也在推特上说了 你会上不明白播客 然后我也有朋友 我也跟他们说 他们说 哦那个沈童啊 他不是一个粉红吗 我有观众过他后来举官了 难道他现在反了吗 我就想问你 你怎么来界定你自己这个状态 我觉得红和反呢 这个是相对的了 不是说支持共产党就是红 什么或者反对共产党就是反 我不能为反而反 也不能为红而红 我觉得就是论事 就是论事 那我认为从中国的90年代 92年开始到中国的1615年 这几十年呢 其实共产党的这个发展的选择来说 是最适合中国的 虽然你们可以骂我是粉红 但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中国的 真的是这样 如果当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 有这样的组织能力领导领导领导 中国发展不会这么快 当然美国的支持也很重要 但美国的支持来说 如果支持一个 不是这么有强有力的 控制能力的这样一个阵党来说 还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但是近视近视来说 我认为共产党 目前来说 对中国的这个观点来说 很多的有很多的问题 一定要改革 但是呢 我们要现实一点 对于中国目前来讲的话 你既希望于外来力量 或内部力量 去把它做太大的改变 这个不现实 这个不现实 理想是理想 现实是现实 所以我刚才说了 你跟这个文科是不一样 我认为这个是这个是现实 现在目前来说不太可能 那现在的情况 我认为中国要改的话 还是他党的内部 要有一定新的共识来讲 现在的问题 在于 怎么说呢 我刚才提到 有一个所谓的精英共治 精英共治 精英共治呢 目前来说还是适合中国 但是现在问题 不是精英共治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 现在是大家希望 某一个人负所有责任 这个人呢 又带着大家 在漫无目的 最后大家 互相甩锅的过程 甩锅是吗 对 就是你会看到 就是说 从上到下 没有人想负责 那个人呢 也不想负责 他也不想负责 对 他虽然想去做这些事 大家也不想负责 你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了 对吧 很明显的 现在比如说 经济这个状况 那总理出来 就是非常多 他就明显 他不想看 他不想看 但是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人想负责 就你包括街道办 包括你 包括一些 包括一些医院 一人也不想负责 因为这个你搞的 搞的这个事情 搞的最后 就是把那个 你的工作行为 跟你的个人行为 挂钩的太紧了 当你工作出现问题之后 你的个人 也会被一棍的敲死 那谁会去工作呢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你刚才说 就是说你知道 怎么来调动情绪 或者操纵情绪 那你说的 你的这些发言 有没有这样子的 一种的动机在里面呢 或者你有没有 夸张的地方呢 就是最近的这一系列 关于对中国的 最近我没有 关于国内的事情 我不会夸张 首先呢 如果夸张的话 我刚才说到了 那么多网练在看着我 你真夸张了 你就进去吧 这个是很严重的 然后在国外夸张 我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夸张 我说中国不行 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没有夸张 那前段时间 比如说说笑话 逗逗你 说什么一些 关于一些斗学 男女的一些小话题 那个我可以调动 但我觉得这种 经济的事情 我不会去故意的 那除非是有 我调答过程中 有人故意欺骗我 那是有可能的 或者我自己 因为站在自己角度 我觉得这个事 我就均匀敢支持资本家 那你支持那个 给穷人 我来想很多事情 这个对经济无力 我肯定会说的 这个话我会说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 左角度去看这件事 但我不会说 故意说 我为了这个事情 我编掉一个故事 包括很多人 其实很多人对我的意见 就说你怎么这么多亲戚朋友 这么多同学 其实我外公这边 有14个兄弟姐妹 我有14个表兄弟姐妹 然后中间的11个人 上过大学 都是21、985以上 所以他们混得不错 这是事实 混得都不错 第二个 我大学同学 你也知道 在20年前 如果你是985 你同学都是在各个行业中 都是骨干 都是中间 那我在互联网 创业这么多年 有180的同事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且很多很敏感的 你微信 是不是已经满了5000人 有吗 我微信 我有两个微信 我两个微信 都应该都是好几千 所以我其实 我已经很 在推特上 我很有分寸 就是很多敏感的信息 我并没有 并没有只能到你们说 包括刚才说到 中国的地产危机 我知道很多很多的项目 都有非常高的雷 你7月23号还发推 你那个 还逆势再入国内产权一套 然后你是北京上海 各留一套房 就是你对中国 已经这么不看好了 你还是又买了一套房 然后还留两套房 不是 我是拆迁的 你是拆迁房 对对对 因为我正好 有这么一个机会 主要是我妈里面 她希望搞一下事情 我觉得给她留一套也好 肯定会有人听了就说 那她其实还是 给自己留很大的后路的 她也不是说完全 觉得中国就不行了 我没有说中国完全不行 我关键不是完全的问题 中国现在来讲的话 还是有翻盘的机会 还是有翻盘的机会 就是 但是需要有个政治上 极大的表态 就是类似于邓小平 当年南选那个表态 让全世界好 最主要让全世界要放心 让老百姓要放心 现在的中国的问题 并不是生产能力出现 大的划破 虽然说有很多的生产能力 组织能力在迁往墨西哥 在比中国人带出去 是吧 中国人才在跑 但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在海外可能待着 还在看中国 还在关心中国 中国如果哪一天 真的又重新 第二次改革开放 可能还会打钱回去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性 首先墨西哥这些人 肯定会回去 不是 我说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 或者是说中国的领导层 完全改变他的执政的方式 我不知道 我现在看了 我不乐 你在推特上的发言太多了 我和同事都去看了 就是我们的有好多 而且你一直到七月份 你还是这样一边的 然后到了八月份 就是完全另一边的 180度的大转弯 我们也看了就觉得 哇 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是太多太多东西了 有点 对 确实这个整个的转变 是在去 其实跟我那天发了一个 就是Twitter造谣的 那个帖子有正相关 我发完之后 很多人给我数据 我并没有很在意 但这个帖子 因为我是实名的 在推特上 我在推特上 实名人都不多 我是实名的 所以我很多的亲戚朋友 我所有的同事 基本上都在关注我 当时就很多 当时给我一些 正面反馈的人 一看到这张帖子之后 私底下在微信上跟我说 说老甩 我跟你说实话 有问题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有问题 对吧 所以我当然就知道 我问题很严重 只是说当时 可能因为我刚回国 因为大家可能跟我几年 没见面了 或者是也不想 不知道我的政治状态 对吧 那肯定从好说 但真的发现 我这么说之后 包括很多人对我 之后 我也要问 具体情况怎么样 他们就会跟你说 对 你说的这个推特 我跟听众说一下 就是你发了一个推文 你说欢迎大家举报 所有推特造谣中国的帖子 并附上必谣 说明 共稿给我 我会立即公开 同时欢迎大家 开合所有造谣中国的大V 所有信息公开 全程转发 对 这个帖子发完之后呢 就是我也没有 一直没有事案 然后我的朋友就开始 跟我说类似的话题 那我这时候就反正 因为我五月份的时候 你们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看了很多东西 你们带我去工厂 去看了一些机器人 我就挺好的呀 对吧 那个情况 你们当时兴兴百倍 都要还批货的 怎么会突然 这个东西发 你们就反对了呢 然后呢 我就真的去实际看了一下 包括当时北边 也有项目了 我去看 然后包括我自己 在做这个忙盒 去跟人聊 包括我想抵押我的 抵押我的房子 去做商店 我跟银行的人聊 我就发现真的 当你真的沉入到的底线 是我发现问题 非常严重 远比想象中 那些数据常很多 当时很多人 就直接跟我说 在7月底的时候跟我说 8月份数据会非常难看 9月份更难看 10月份你没法看 那到明年上半年 我会发现 整个掉到一个 你不敢相信的动态 我现在到了已经9月份 8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 外贸下滑了 2.3% 20人民币算了 如果要到美元算是7点 已经进他们去了 那9月份我们自己再看 是不是比8月份更惨 那是不是到12月更惨 那明年上半年是不是更惨 我觉得产业第一线 他们没有离开中国 他们的三年一直在中国 他们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我跟了很多人就聊了 聊了之后 我发现真的 当你在刚开始 我信心满满的时候 大家不会跟你说实话 阿拉欣欣你信心满 那我也不知道你可能 很多人会认为 你是不是也 跟政府关系很好 我干嘛跟你说实话 当你说不对啊 我觉得很 你跟我说实话 怎么的情况 我就看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确实很严重 很多外貌跟我说 我以前做海外 做个海外仓 准备给跟什么 什么中国的监商合作 做海外仓 我也是很多人 我爱个人问 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说 我已经转行了 你别问我 为什么转行 没得做了呀 没有了 那我觉得 哇 这种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这种事非常严重 很多二年 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人 积累很多的人 甚至一些 我知道好多亿的老板 实际上好多人 他说我不干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现在 决定移民 我稍微不干 那我觉得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真的非常严重 等于说你自己的 一种的 英文叫disillusion 就是一种幻灭吧 对不对 你认识的世界 突然就变了个样 对吧 是 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从18年开始到 18年到20年 三年我在中国 这三年之中 我明显感觉到 这是中国的 这个经济的出现了问题 18年以前 这个感觉是没有的 真的感觉不到 那而且我感觉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什么的 就是在国外 别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有了变化 我在18年以前 我从15年开始 我是谷歌的那个 所谓的合作伙伴 在那里合作伙伴 我经常去谷歌开会 当时的美国 也好 日本也好 对我们中国人 是很欢迎的 他会跟你无私的 跟你讲数据安全 跟你说 我去跟你产品 去整个合作 18年开始 我发现不对 大家对你看法变了 然后国内的经济问题 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国内的时候 除了做一些黑的支付 擦边球 不挣钱了 做啥都不挣钱了 流量没有了 枯竭了 有人说是 阿里和腾讯搞的 不是 阿里和腾讯跟我说 我也没问题 我不收钱 我不在以有的群量 让收钱 我自己也有问题 因为我没有我性量了 我说你都没有 性量了 我们怎么办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出海的人 发现大家都在 都在互相洗药 有很多人知道 我曾经在中国被执行过 什么叫被执行过 就是说有人告我 说你没付我钱 我就把你上吃进名单 你要先往我钱 我再把你解净 要不然你坐不了高铁 我曾经这么干过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18年 不是18年 其实从16年开始 中国出海的时候 大家量度很假 我们那时候 找人买油量 有人就帮我洗油量 洗完量 我们发现都是假的 那我肯定不服 对吧 你假量给我 用户都是机器人 都一路刷 机器人我干嘛给你钱 这事没事 这事当然是他不说话 然后后来他说 我要上市了 你帮我签个东西 那我觉得当时在中国 都是朋友 我帮他签了 到了20年 我出国之后 他跟我说 经济非常困难 我们这个心理都非常紧张 你怎么先给我们 我说 我说 哥们 我当时跟你说过来 你那样有问题 我不可能跟你签 他说 你不跟我聊 是吧 他背后就把我告 就这么个件事 当然 我觉得这个是很人气 这个事情只是一个 中国整个经济情况 为我花了一个缩影 就大家变成了富汗 是吧 我只要把他心理拿到手 我管你干嘛 当年讲的那样什么的 我不管了 我只要先把钱 经济拿到手 只要我自己能活 我不管你 但是我不会去害别人 我发现很多人就这样 然后我发现 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失心了 很多人都失心了 就是我刚才说到 中国这个情况 就是把个人跟公司绑得很紧 当你公司说签了个合同什么的 最后都出现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时候 你是自己是无望之在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 我有上市的朋友 是做AI的 他帮人签了一个测试报告 什么的 那个输出息报告 本来是大家上市了 一上市的时候 查出来是假的 然后他把上市公司 把责任推在你身上 除了是你告 然后让你去赔这些 集资产券费 什么的 他也失心了 这种情况很多 对吧 这中国 其实说中国最好的行业 AI啊 互联网啊 出海 这应该是中国最有精神的行业 也都发现了这种 大家互相伤害的行为 那我感觉这个问题很容易 但是我对中国还是有信心 因为我是来自于江源户 我知道这个外貌还可以 那我身边的同学 做了个宠物纸条库 一年给沃尔玛供货 就好几十亿人民币 一直是业务很好 但是我最近23年的时候 我回家找他 找不到他 后来问他去哪里呢 他们说去墨西哥 他们整个厂 整个家帮墨西哥 那我就 哇 你都 他不去了 我身边那个人 就是个中学毕业的 就是家里面有点钱 就搞得长 他们把他不去 那我后来因为看 好多人都去了 有打工的 高低打工在 工头 超过了车间主任 工程师 企业家都走了 那我觉得 再去看一下 真正的外貌 看这场 他们现在说 做了一个神网贷 以前是卖给 国外去船上用的 那个绳子 那个很挣钱 那很挣钱 现在呢 他们卖不了海外 怎么办呢 只能卖给中国的 风力发电器 风力发电那个绳子 是吧 业务量呢 好像变化不大 可能还是以前的八成 但是呢 全是印象上的 因为风力发电器 没有钱 他们等着国家给补贴 给外补贴 才能复你的 这个供应费 累积下来 几千万 印象上 对于一个小厂 说几千万 他万一收获 他就垮了 对啊 这种情况很普遍 非常非常的普遍 那我在这种 中国最基本的 小的工厂 外货工厂 都会发生 这样的问题之后呢 那就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核心上什么呢 这我刚刚最开始 说的一件 中国的外货 出去的问题 你没有外货 进来之后 谁就付 第一个人推这个钱 政府怎么去进的钱 没办法用 你外货进不来 然后保住这个外货 要去搞什么 人民币国际化 去跟那些 穷国家去兑换 你钱在不停地消耗 你怎么办 老百姓 你收不到外货 而人民币呢 那边又在印象账款 大家在空转 其实印象账款 对于银行来说 也是个账款嘛 你放到银行上 是个债务嘛 这怎么弄 这个事情 就是经商 经商环境 恶化了很多 是不是 然后这种 国际贸易环境 也恶化了很多 就是 因为国际贸易 导致了经济 经商环境的恶化 我认为是这样子 我认为的 就是如果中国的外货 还是像当年一样 能够一直供应美国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客户 一直在供应 欧美都是在 持续不断地进入这个钱 中国经济还在滚的话 我觉得国内的问题 都好解决 无非是多应少应的钱的问题 这会有这个胆 有这个胆量 继续进行钱 而且这个钱 因为我能 在美国人身上 比如说美金 我就敢贷款 我很多同学都是这样 我自己也在贷款 就是我敢在国外挣个钱 我肯定会愿意贷款 因为我贷款人民币 我那边是美元 那边美元是硬通货 我强制结婚之后 还你钱很轻松的 当时在中国很多厂商里面 一个月 逆袭可以达到百分之十 很多同学赶贷 贷了之后 三个月 我那边美国人给了我货款 百分之三十 逆袭 我给你 给人民币 我给你 我有这个胆量 改贷 那现在任何人 一个月比如说百分之十 一个月百分之一 没人改贷 因为你拿不到我货款 最后我有事情 那就变那个死熊完了 这个事情 是是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结束 这期谈话 就是你回国 四五六七八 将近五个月 四个半月 就是你脱胎换骨 你的人生全都变了 可以这么说吗 或者说你的人生没有变 你对中国的认识 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其实我是这样 就是2020年 我走的时候 我是 如果说对中国的信息指数是100 可以满个分之100的话 我走的时候 大概是在65到70 你就说比如说1516年的时候 是100 1516年是100 大概我20年走的时候 因为当时放在五万公共之前 已经发生一些问题了 这是我的信息 大概是65到70 然后22年 21年的时候 我得到了很多 国内的电商数据 我大概 我能恢复到80 就中国经济的时候很好 那22年的时候呢 60不到 不及格 我认为那时候很 清零 这个23年初的时候 就是我刚回去的那个时间段 我认为可能恢复到70到80之间 因为我感觉就是中国 应该回来 与我的了解 我应该回来 而且换季之后 其实还有一些新气象 我感觉还可以 低着80 然后回来之后呢 大概慢慢还涨 接近80 那时候感觉可能来个第二个村吧 因为我感觉会不会 这个经济 会像当年那个92年的时候 92年我经历过这个状态 我当时十来岁 90年的中国是最惨的 9091年 那个比现在还要惨 那是真的是比全面封锁 但是92年 邓公一南一声 一声口号 是吧 随不改革 随不改革随下财 那句话一喊之后 巴 美国人回来了 台湾人回来了 香港人回来了 帮93年立即12%的增长率 我觉得可能 会不会当年就是20年 就是那年的91年 然后23年 24年就是当年92年 我是这个感觉 所以我的信心来自于 这个一个虚妄的预期 7月份的话 我就发现这不对 我现在的信心60左右吧 60左右 还有60左右 那不错了 还要继续看 还要继续看 但是我看你推特的感觉 好像连也就三四十的感觉 不会不会不会 我觉得就中国现在的情况 60的话不足以让中国进行 以中国的正常的状态 就正常的以我对中国的感情 和中国现在的经济状态来说 我应该是在80左右的 应该是在80左右 你愿意看到中国特别好的一面 但是你就是被残酷的现实 事实说就是这个好的面 会越来越少 那我再问你一下 就是你怕不怕被边控 不会我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是只是对经济数据 经济现象 真实的我了解的东西 经常的变化 我并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并没有去攻击任何政府 或者任何个人 如果我因为说了真话 说什么新人员车 这个有问题 数据 这个数据有问题 那个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数据 未来很不好 要怎么改变 因为说真话都会边控的话 那我觉得我刚才给 中国清新的60分这些多 应该是40分 或者30分 就非常不过 但我一般不会打0分 我即使最低的国家 我不会打0分 我就说如果是因为这个 都把我边控了 都把我来重新一下惩罚 我觉得这个是太过分了 那中国已经不能允许 任何人说这么话了 好 谢谢 谢谢沈通 也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